作者 莫莫 眼波人 居武巴雅居 该当心的是他 大眼官莫族大军出动了一半数量 遵循莫族王主的命令 奔赴王城而去 而就在这一支大军的侧方数千万里之外 还有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跟随着 此人自然便是欧阳丽 阳开玉宫里 金莲返回驱墨舰那边传递消息 如今他孤身一人行动更加隐蔽 更何况 莫族也没有想到 在数千万里之外 会有一个八平开天 在监视他们的动静 事已欧阳烈根本不担心自己会暴露 东西军已经在莫族腹地动手了 南北军这边的话 米金伦在得到详细的情报之后 肯定会率军在某处拦截大眼的莫族援军 只不过因为南北军初来乍到 对这一片战区的地形不熟悉 所以战场如何选择便是个问题 他这般跟着大眼莫族援军而动 能第一时间掌握他们的动向 带到时机差不多的时候 便可亲自返回南北军 指引大军行进的方向 另一边 莫族腹地之中 以象山与刘指平为首的东西军急速行军 一艘艘战舰的速度几乎已经被提升到了最快 庞大舰队在虚空中划过一道道流光 数日前 东西军三万将士抵达莫族第一处御主领地 尽管那领地上有一位御主阵守 数万可堪一战的莫族大军 乃至数十万尚不得台面的杂兵莫族 但在气势如虹的东西军面前 还是不堪一击 将山亲自出手 只用了不到半盏茶功夫 便将那御主斩于刀下 数万莫族大军灰飞烟灭 几十万尚不得台面的莫族也被屠露一空 那御主及莫朝同样很快被毁 整个御主领地化作一片死瘤 四处可见莫族的残肢碎肉 因为大量莫族死亡 而一散出来的莫之力 凝聚成了诺大的莫云笼罩虚枯 连战利品都没有去搜刮 大军在破了这一处御主领地之后 即刻前行 继续往莫族腹地赶赴 这个时候真正是讲究兵贵神速的时候了 按照原定的计划 如今莫族王主应该被引至了大眼关 东西军如果能趁着王主不在的时候 获取莫族王城 毁掉王级莫朝 那么将这一片战区的莫族赶尽杀绝 不过是早晚之事 所以东西军如今唯一的目标 便是毁去王级莫朝 之前在攻打那一处御主领地的时候 老祖便亲自进了一趟那御主及莫朝 按照杨开早先提供的情报 新神沟连莫朝意志以此窥探王级莫朝的方位 杨开当年在阴阳战区的莫族后方搞风搞雨的时候 就是借助这个方法找到了一座座御主及莫朝所在的方位的 此事他与阴阳关老祖汇报过 老祖自然知晓 杨开都能做到的事情 老祖没道理做不到 而且做得比杨开来得更加轻松 借助那一座御主及莫朝 老祖很快定位了王主及莫朝所在的大致方位 而东西军如今奔袭的方向正是这个方位 沿途所过也遇到一些领主及的领地 不过东西军根本就没有为此耽搁半点时间 甚至没有要去攻打的意思 不过象山等人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些领主及领地上几乎没有像样的莫族 按照杨开早先提供的情报 一处成熟的领主及领地 少说也有几个领主坐镇 上位莫族下位莫族也是不缺的 另外还有更多的莫族杂兵 如此一来 当御主们召集大军的时候 一位领主便可轻松聚集数百蜀军 这些领主们的蜀军不断融合壮大 便会成为御主麾下的大军 然而如今遇到的这些领主及领地上 不但看不到什么领主 就连上位莫族和下位莫族都几乎不见踪影 只有许多自莫巢诞生不久 实力不高 都是些没有实力虚空遁形的杂兵 这情况也在意料之中 莫族的情报传递速度太快了 那一座座莫巢便是莫族情报传递的结底 但凡有什么消息 借助莫巢之力 整个战区的莫族都能迅速知晓 东西军现身莫族腹地 毁灭一处 御主及领地的消息肯定已经传递出去了 整个大眼战区的莫族 怕是都知道了这件事 象山等人 本想着以最快的速度行军 赶赴莫族王朝 捣毁王主莫朝 然而如今看来 莫族的应对 让这个计划变得有些难以实施 这些途经的领主及领地上的莫族 竟然都是接到消息 奔赴皇城 所以才只留下了一些 没有实力虚空遁形的杂兵 可以预见 等东西军赶到王城的时候 迎接他们的 定是莫族的浩荡大军 驱莫剑中 象山神色如常 莫族的反应比想象中的要快 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 也是东西军有意营造的局面 想要收复大眼 就必须将莫族打痛打残 如此大眼军才有时间和精力 在大眼座种种布置 否则占据大眼官 根本没有什么用处 莫族若是要在王城迎战的话 虽然会对东西军有许多不利 但只要大眼官那边的莫族不来捣乱 应该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由赤猴来报 前方发现了一处玉主及领地 不过经由赤猴们查探 那领地上的情况 与之前遇到的领主及领地一样 但凡有些实力的莫族都不见了 留下来的全都是没有实力 虚空遁形的杂兵 赤猴退下了 象山才开口道 和用此 莫族确实准备在王城迎战我军了 刘志平辉微汗手 嗯 既如此 不如老祖先行 莫族的各路大军应该正在往王城方向集结 王主从大眼返回王城也需要一些时间 老祖此行若去 当有机会拿下那边的王集莫巢 东西军虽然一路急行军速度不慢 但总快不过老祖独自行动 正如刘志平所说 此时莫族各路大军应该都在奔赴王城的路上 赶到王城还需要一些时间 莫族王主也不在王城之中 老祖若是赶过去的话 那便无人可提 老祖安坐在旁 温言一笑道 不妥 我虽借助之前的末朝之力 大致确定了王主末朝的风味 但具体有多元 具体在什么地方 还是不太清楚的 此行若去 当要花费一些功夫寻找 而且莫族王主 这也在返回王城的路上 我若离去 东西军遇到他了怎么办 刘志平一听 也是这个道理 当起不再多说什么 向山道 那就按照之前的计划行事 不管莫族 东西军直扑王城 莫族既要在哪边迎战 那便如他们所愿好了 两族大战 谋略是影响战士成败的因素 但归根结底 自身的实力足够强大 才是赢得胜利的最大保证 向山话音方落 安然端坐的老左 忽然扭头朝一个方向望去 明媚目光似穿透了亿万里地 紧接着他微笑道 忽然扭头来了 向山脸色一脸 莫族王主 老祖微微汗手 忽然 路过还是有意 老祖略一沉吟 气息毫不收敛 看样子是有意为之 哼 很聪明嘛 王主明显也是担心 忍族的老祖会直接奔王城而去 按时间和距离上算 忍族老祖真这么干的话 他未必有本事阻止 所以自大眼观出来之后 他前行的方向 虽然大致是朝着王城而去 但很大一部分重心 都放在寻找忍族大军上 有遍布整个战区的末朝助力 打探忍族大军的动向并不困难 所以他直接找了过来 若是忍族老祖没有去往王城 自然是最好不过 他就可以在半道上将忍族老祖拦下 让墨族各路大军从容集结 若是忍族老祖真的去了王城 那他现在赶回去也晚了 屑时没有老祖坐镇的人族大军 对他就没有太大的威胁 他便可以大开杀戒 将忍族大军重创 弥补自家王城的损失 这无疑是最为明智的做法了 以此推断 这个王主并非无脑之辈 老祖显然也想到了这一层 所以刘志平之前提议 让他先行的时候 他才会不同意 说话间 老祖起身道 他在找我 我去会一会的 向山沉声道 老祖当心 该当心的 是他才对呀 坐镇阴阳关数万年 与阴阳关那边的墨祖王主交手无数次 正常情况下 这两位至尊强者出手都有分寸 毕竟是谁也奈何不了谁 当然 也有打出火器的时候 拼到最后 也就是两败俱伤 大家各自都要休养 然后下次再战 但今时不同往事 这一趟若想要尽快收服大爷 那就只能拼命 可以说 老祖此去迎战墨祖王主 就是抱着两败俱伤的打算的 最初向山制定计划的时候 是打算将墨祖王主引出王城 让他无法借助墨祖的力量疗生 但如今看来 这事儿是行不通了 王主有意将战场放在王城 要占据那里的地利 大野军这边也没办法阻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